各位同學 這個片段裏面想和大家討論 Angle of Elevation Angle of Elevation 養覺 和 Angle of Depression Angle of Depression 苦覺 假設在地面上 這個是Ground 我就站在這裏 我的眼睛在這裏 我就想看看天空上有一隻雀鳥 這裏不是R字,是雀鳥 行不行 本來我的視線是水平的 水平線 Horizontal 一般當我是平望的 如果我想看一隻雀鳥 是否要抬高頭 我把視線向上 抬高頭 剛剛去到雀鳥 那裏 這隻角呢 我們就叫做 仰角 譬如我叫做 Mr. Yang 這個叫做Bird 這隻就叫做 Angle of Elevation of B from Y 這個一定是from Y from Y 即是由Y 望起 由Y 本來視線是水平的 現在抬高頭才能看到雀鳥 所以是from Y 很多時候做數 我們都會說錯了 看不清楚 他在說from哪裏 望去哪裏 Angle of Elevation of B B 的仰角 由Y 望起 由Y 望起 OK 好了 假設這隻雀鳥想看我 雀鳥會看東西 那怎麼辦呢 我們看看 本來這隻雀鳥 就當它是水平的 好不好 本來這隻雀鳥 就當它是水平視線的 那它要看我的時候 它要倒下頭 當然事實上不用 雀鳥不用倒下頭看我的 它隻雀鳥就行了 不過當它這樣 那它是不是要 那個視線 是否應該向下移動 這樣才可以看到我 OK 那這隻角呢 我們就叫做 the angle of depression of why from B from B 從 B 看 從 B 看 這個就叫做 angle of depression 那這隻角呢 有時候很難看 因為呢 很多人都不習慣 去畫這些horizontal的 eyesight 時線 eyesight 我通常都習慣這樣做 OK 這個呢 這個叫做 angle of elevation 這個叫做 angle of depression 好了 聽不清楚 可以看看書上面呢 十七版呢 都有相似的介紹 可以看看書的 是不是 書的十七版 這裡 對不對 由 A 望去 B 這個呢 就叫做 angle of elevation of B from A 聽不懂 from A 這個呢 angle of depression of A from B 由 B 望起 OK 好了 看到這裏